假期鐵架搭上帆布 工作人員忙進忙出 要趕在跨年晚會開始前 做好隔離屏障 於台南市長黃偉哲 30日晚間8點緊急宣布 跨年活動停辦改為線上直播 會臨時喊咖 就是因為本土零確診大破功 又在跨年夜前夕 發現新冠英國變種病毒 首例清台 提前卡外的民眾難掩飲失望 但入冬最強寒流報道 又有英國變種病毒雙重考驗 就怕防疫破口擴大 黃偉哲率先開了停辦跨年的第一槍 果斷決策也在網路上 掀起一片好評 一定要先把疫情控制住 對啊 直接這樣進來 也怕到時候整個大爆發這樣子 先前已經祭出五大防疫措施 朝前部署 像是設置四個進出口做人潮管制 入場前十連制登記 兩體溫雙手消毒 也要全程戴口罩全面禁止飲食 這些都照舊 但為了市民安全要做到防疫 滴水不漏 所以民眾既然對於這個 這個戶外的這種群聚 這樣是非常非常的疑慮的 即便是做好防護措施 其實還是很疑慮的話 那麼我們就這個改為線上來舉辦 這是順應許多民眾的疑慮的情緒 全面防堵新冠疫情步步為營 就怕一時大疫反倒造成防疫破口 跨了今年卻壞了明年 環宇新聞成員為林委旭黃佩涵才能報導